粉絲都是 就是希望今年的那個 周星哲讚粉絲 有禮貌 無躍不怕震擔 Ella心疼阿妹被針對 失送嘴壓抑 李宗太太下跪包裝 抱怨張惠妹演唱會 人體地震草菅人命 你會處理嗎 如果我沒有處理 就不會十點半結束了 發財延長會監測數據 都會顯示震動超標 於是禮辦公室Google評價 被網友洗到今剩1.2顆星 七年過去了 阿妹的魅力依舊 威力還是在 所以他一出場就天咬地動 結論就是那個地方不適合 上三天三夜 所以以後真的要上三天三夜 要另外找地方 阿柯市長都說了 小巨蛋不會更美 即將在5月13號供彈的周星哲 對戰鬥之控管有信心嗎 我覺得還好 真的喔 因為 我們也會叫大家不要 拍一下夜店 但我粉絲不會像感覺在夜店 我粉絲都是 文靜行 文靜行就用禮貌 當然就這樣 沒有 可是年齡群比較小 所以晃動的可能不會這麼大 你算文靜行的歌手嗎 你喜歡你的歌 但沒有 我們已經 因為我們拜過了幾次 也在那邊看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個 拿捏肚子好 就是希望 今年的那個 恢復的POP 就因為情緒不能過激 Ella進場 朝鮮美神演唱會時 只好全程撐住 我跟傅正在聊 我說這真的是我看過 我人生史上最壓抑的一場演唱會 三天三夜最後的Ending的時候 因為我知道它是最後一首歌 我不忍了 我就站起來 但我沒有跳 我沒有跳 我只是站起來 然後就這樣 三天三夜 三個八夜 然後再坐回來 跳舞 然後還附身看到我 他也就跟我一起 我們兩個就互看 然後等到三天三夜的時候 我們就一起站起來 然後隊友 三天三夜 三個三夜 跳舞 跳舞 動力火車再有隔壁 再給我打拍子 然後我想說 唉唷 老爺 唉唷 很有力喔 大腿在那邊打拍子 然後整個台都會搖這樣子 你會不會覺得有點心疼阿妹 因為 他好像成為縱使之地 我覺得啊 因為他是阿妹 他是最TOP的那個人 他在最高處 所以他會特別的鮮艷 但是我覺得以阿妹的高度 還有以他們他們團隊的能力 我覺得 他們可以面對跟藝術這樣的事情 看他唱歌 聽他演唱會 我覺得還是覺得好享受 然後想想 他是七年前做這件事情耶 然後我們可以再次這樣看到 我們真的要珍惜 萬一又一個疫情會幹嘛 我們也不知道到底會怎麼樣 可是他還願意這樣子 站在這個舞台上面 忍著腳痛 忍著所有的東西 繼續開上給大家 我覺得都是非常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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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